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舞蹈相关的工作 希望各位老板能给予我机会 或者给我予我意见 谢谢 刚才你说到《非你莫属》是很好的舞台 有多好啊 可以让我更好的去认识我自己 甚至说可以帮助我成长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我们这个平台这么神奇呢 我有一点特别纳闷啊 你这一个烹饪工艺与营养教育专业的人 不去做厨子 你去跳起舞来了 你这是啥意思 我要解释一下 因为我从小的梦想是喜欢舞蹈 因为家庭原因的问题 就是经济啊 以及父母的这个各种教育的问题 他们认为读书能让我成才 然而在我高中的时候呢 我想选择的专业是源于我十二岁我的父亲 当时我的父母亲还不是我的父母亲 我管他们叫姨父姨母 然后呢 我做了一道菜 然后我的父亲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 真好吃 也不看是谁的女儿做的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我的父亲是谁 所以我内心填满了 缺失已久的富爱 和家庭的温暖 所以我觉得 我可能应该去做一名厨师 可以通过我的菜品啊 或者我对于营养的一些理解 去尽我的能力去照顾父亲 听得出来这是个乖孩子 你的意思是说舞蹈是自己的梦想 是的 而学烹饪是为了给家庭温暖 可以这样说 咱们别绕啊 孩子啊 你别太紧张了 你刚才说的那段话 信息量好大 你说你那天做饭的时候 才知道 那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你能把这一段跟我们说一下吗 我的母亲 就是在我不足一个月的时候 就回了她的家庭 然后我由外公外婆养大 养到八岁的时候 外公觉得我应该回家 应该到父母所在的城市去生活 然后母亲呢 就来接我了 在八岁之前的印象 只有电话 知道我的父亲不要我母亲了 但是这是一个虚假的故事 其实他们都生活在一起 那时候生活所迫 经济紧张 我也能理解 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父母在十二岁之前是亏欠你的 但是呢 你却内心依然抱着感恩之心 虽然自己不是很喜欢做饭 但是因为做饭 能够给家人带来温暖 你还是选择了这个专业 你是不是内心 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你害怕了 家人不要自己 是啊 现在看得你这么优秀 他们内心肯定也是有一定的后悔的 我想问一下 父母支持你学舞蹈吗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学四年没有问过父母 要过一分钱 我自己半工半读 我甚至一天可以打三四份工 我把所有的积蓄除了要了 交学费生活费 我有的时候会跟同学蹭吃蹭喝 然后我就把这个钱去学舞蹈 蹭吃蹭喝 那这样的话不是很不好意思 他们是我的闺蜜 我一开始也挺不好意思的 后来时间久了 脸皮厚了 他们不讨厌你 蹭吃蹭喝吗 他们不讨厌